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Side approach 從floor 到 wheelchair 然後是適用於 SCI Label 在 C7 的病人 所以它有 elbow 的 flexion extension 跟 wrist extension 所以它的上肢必須要非常的有力 然後一開始最重要就是要先把車子固定 讓車子不要亂晃 然後這時候要用對側手去弄 所以左手要做 full extension 然後在後面撐著 然後右手 剎車敲下來 然後再換邊 然後弄完剎車之後 接下來就把踏板移到旁邊去 接下來要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自己的屁股甩靠向 wheelchair 這樣讓等一下自己上去的時候 會比較好上去 所以呢 一隻手撐著 然後 然後對側手 要把腳做 knee flexion 然後這時候要把腳做 knee flexion 這樣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比較好上去 對 這樣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會比較好上去 對著 然後對側手 身後膝蓋下方 然後一樣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自己的腳抬起來 把自己的腳抬起來 然後像這樣 就是 knee flexion 的狀態 然後身體跟 蝴蝦圈 呈 30 到 45 度 稍微有個角度 然後接下來就 一隻手撐在地板上 然後另外一隻手撐在輪椅上面 然後接著 先把屁股抬起來 先抬離地面 把整個身體撐起來 撐起來之後 接下來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自己的屁股往上甩 然後甩上去的同時 因為有可能無法一次就成功 所以撐在地板上的手 要慢慢靠近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更靠近 蝴蝦圈 會更好上去 撐住之後 接下來 撐在地板上的手 扶著自己的腿 然後 慢慢把自己的身體往上撐起來 撐起來之後 因為現在身體還在輪椅邊緣 所以先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自己的屁股調整 然後再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自己的屁股往後移 就是移到做好的位置 然後 接下來要把 踏板 移回原來的位置 就一樣 一隻手 先勾住 然後對側手 把踏板弄好 然後最後 要把腳 放到 踏板上面去 一樣 一隻手勾住 另外一隻手放在 對側的膝蓋下面 然後用 Head Head Relationship 把腳 甩到踏板上面 複翼做好 先來以後再用刷屁股 讓我看一看 把 鎖板上去 好 油 排達 物電話 好 等一下 插板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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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